今天晚上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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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從羅佩穎住家 拿出的這一大袋全是藥物 其中有一包放在床頭櫃的 就是易鐵明 警方將藥物全部帶回化驗 而易鐵明是第一代精神安定藥物 有鎮靜安寧的藥效 十多年前 也在這場重大案件出現過 2004年南迴狗鬼案 越南籍新娘經過二次鑑定報告後 判定是他殺 而死因就是用了易鐵明 加上酒精混合致用致死 但羅佩穎根本滴酒不沾 燉蝦子 然後我就剝好給他吃 他就一吃全身都是洗酒枕 這樣說我才知道 你不能吃喝酒我不知道 我以為你去夜店都喝酒 他說沒有我都喝飲料 我想說 那時候我才知道說 他原來滴酒不沾 有人透露羅佩穎相當養生 也不喝酒 因為常失眠 要靠藥物入睡 這次被查到的易鐵明 一般不會單獨開立 給失眠患者使用 醫師表示 真的劑量用太高 每個人體質不同 過量或混用 都有致死風險 一般應該是精神科的專科醫師才會開 第二個會使用這藥一定是個案已經常常使用到 安眠藥已經換過很多種 然後常常都說就是睡不好 這時候醫師才會選擇這一項藥物來作為一個協助睡眠的藥方 究竟羅佩穎死因為何 有沒有開藥問題 或是用藥過量 還得等擇日解剖 才能真相大白 三秀莫果皇家 荷蘭台報道